茶血脂需要空腹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丁石梅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问题其实呢 肯定的是需要空腹的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 我们现在其实血脂包含的项目是比较多的 第一个它还包含什么 我们的胆骨醇 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肝油三脂 还包括我们的低密度质蛋白 还包括我们的肝密度质蛋白等等 它呢是受饮食的影响呀 尤其是我们的肝油三脂呢 它受饮食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建议这一类患者 如果你需要进行血脂的监测的时候 是需要空腹的 而且我们的空腹 至少要在8到12小时左右 在抽这个血脂 进行血脂检查的时候 前一天晚上 尽量避免一些什么 高脂的一些饮食 比如说是你一些什么动物内脏呀 进行一些烧烤一些像我们现在夏天了 进行一些烧烤的这个设食的话 是需要避免的 尤其前一天晚上需要避免 它会干扰我们这个血脂的 就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目前的一个血脂 一个水平的情况的 也就提示 如果你要进行一个血脂的一个检测 第一个需要空腹 第二个 你在进行血脂监测的 前一到两周的时候 尽量维持你平时的一个饮食的习惯 然后前一天晚上避免进食一些高脂的饮食 是比较合适的